参数台风来自汹汹 基隆外木山海星游泳池 11日上午出现不少游客前来运动 就怕台风来游泳池会关闭 先来做运动 在基隆游港部分 不少游船开进了基隆港躲台风 就怕台风来袭船只会碰撞 大陆游公纷纷上岸躲台风 基隆市长林又昌11日召开了台风灾害应变会议 指示各单位做好防台工作 而原先12日开始施打疫苗 卫生局将通知延后到13日 这个台风还是直接朝向北部的一个方向而来 那我们预计是在明天中午左右 对基隆市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虽然强度有下修 然后雨量也有一点下修 不过我们还是要延伸以待 那所以要求我们低洼地区的 还有包括我们亿烟的一个地区 防水闸门还有沙包 都必须在今天晚上之前进行堆制 那这个外籍渔工的部分 也必须在今天的晚上6点之前 一律上岸来做这个避风 严防强降雨 基隆市消防局长陈龙辉 一大早前往各分队 视察就在装备准备情形 包括油料加满 设备准备好 随时都可以出动 参数台风往北直冲 就怕强风降雨 基隆市严正以待 全力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